电竞已经被列为2022年杭州亚运竞赛项目 光是2017年全球游戏市场的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 大约台币3兆元 大陆的电竞比赛甚至还登上秒潮 过去的电玩小子翻身成为身家镀金的电竞新贵 看好逐渐壮大的产业 也吸引许多明星自主站队参加比赛 肖敬腾还成立了俱乐部目标 把电竞打造成运动联盟的发展模式 这是一群正在崛起的电竞新贵 选手平均年龄21岁 参加比赛宛如明星登场 四中粉丝热血支持 就是觉得他们也是算明星 就是看他们发光发热还蛮开心 电竞新贵是两岸的新兴职业 爱打电动的年轻人彻底颠覆过去 让家长头痛的形象成为偶像 尤其是亚太币区 堪称最火热的市场 2017年全球游戏市场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 大约是3兆台币 其中47%的收入来自亚太币区 远远超过北美 也超过了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市场 亚洲的电竞市场 究竟有多火爆 看这场比赛就能找到答案 艺人周杰伦和YouTube小天后 扣斯坦萨登台表演 2017年英雄联盟全球决赛 首都在北京鸟桥登场 超过4万名粉丝卖票进场观赛 主办单位还准备惊喜彩蛋 广泛应用在游戏中的AR技术 创造出奇幻飞龙 只有荧幕前的玩家才能看到 因为很大部分的观众群来自线上 全球固定收看电竞赛事的观众 一年将近2亿人 其中超过5成的观众年龄 鉴于21岁到35岁消费前例不容小觑 其实投资电竞是一项风险相对于低 但是收获相对于高的一个投资行为 因为它的TA是准确的 深入艺人周杰伦投资的 电竞选手训练基地 一线选手正在进行实战演练 选手跟一般完全不一样 那你选手之后大家的技术都很好 你需要有好心才去学习一些更多的东西 才有办法在一些细节上面做比别人好 才有办法比别人强 就是一天24小时 你一起床就一定要一直在看别人 或是自己训练 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啊 你连看其他的东西都不行 他们必须训练的是反应专注度和团队合作 大陆队伍甚至会测试APM首速 也就是选手每分钟操作指令的次数 选手的一地训练也是特训项目之一 我们总共有三款游戏 所以有三支战队 有一支战队就是我们所谓的绝地求生 那一支战队其实都是常住在大陆 那我们其实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行为 加速一些两岸之间的一些交流跟沟通 那包含赞助商的行为也是一样 打到职业选手年薪百万不是梦想 台湾大专院校开始增设电竞技 培养选手 连观光业都搭上热潮 以国际赛事规格 打造6对6对战大厅 配备直播大萤幕环绕音响 电竞旅馆连房型都依照玩家需求打造 设备跟我觉得它的气氛 它的大萤幕啊 这种感觉是 我们在玩游戏的人看得会很气氛 市场壮大 电竞产业人才倍增 许多明星也都是同艺人玩家 跨足金银战队 欢迎萧敬腾 不同于其他艺人自主战队 萧敬腾成立的是电竞俱乐部 我们成立的是 能够成立任何战队的一个家庭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任何一个电竞项目 都可以加入我们 项目不只是针对某个游戏 我们可以想象 过去艺人他是透过 演唱啦 甚至说其他的活动出席啦 未来一起来玩游戏 一起来玩电竞运动 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新形态的 一种宣传项目 那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 靠着影音平台推播 换速累积出观众 电竞新贵这个新职业不只是选手本身 还包括转播赛事的实况主教练 幕后行销人员 像是知名辅教老师徐薇的儿子 年纪新轻已经在北京电竞圈闯到 电竞是一个年轻人相对有机会的一个行业 因为懂电竞的大部分25岁上下 或甚至更年轻 那我现在22岁 那因为我了解电竞 所以我可以给一些大老板们 给他们一些指示一些建议 或者是一些作为用户的一些体验 电竞已经被列为 2022年大陆杭州亚运正式比赛项目 在这个潜力无穷的年轻产业 不论年资 有实力就有机会打出一片天地